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您收看每日一字 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个夫子 夫做的夫 夫子的国语注金是夫 一生夫 夫无夫 一生夫 夫是指脚背而言 与这个夫子相通 夫骨也可以写成这样的夫骨 就是脚背上的骨头 在下腿骨与脂骨之间 由七块骨头组成 夫足就是没有缠过的脚 又称为天足 说起古代妇女的缠脚 古乐服有鲜鲜做细部 精妙事无双的句子 有人从这句话推测 可能是古代的女性舞者 已有人把天然的夫族 加以缠足 但并不普遍 一直到南唐李后主时 因公斌咬娘 先立善武 后主就叫她用步驳 把脚步缠起来 人工打造的金莲丛中 回旋起舞 使舞姿特别阿诺多姿 于是民间妇女也静相仿孝 以致相染成风气 一直到民国以后 政府一再宣导禁止 才破除这种缠足的不良风气 夫座是和尚们盘膝打坐的方法 又称为家夫或家夫座 汉夫字有些相似的是这个旗字 旗字的国语注音是旗 二生旗 一般人的脚上都是五个脚趾头 如果多于五个就叫做旗或旗指 而旗旗则是小虫蠕动的样子 如汉书东方朔传有 旗旗卖卖卖善元壁 是非手工及蜥蜴 意思是专情地一心在蠕动爬行墙壁的 如不是壁虎仍是蜥蜴了 其又念气 蜥蜴气四生气 与这个气字通用 气种就是抬起脚后跟 气望就是举种而望 都是形容非常盼望的样子 最后要提醒您 夫字加一撇 就是跌倒的跌字 由于夫字不多见 有人不注意 把夫作念成跌作 这是不妥当的 请您特别注意 今天的每日一字 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了 谢谢您的收看 再会